迪士尼耗资两亿元拍摄的真人版花木兰真可说是尽心尽力 导演妮丽卡罗大赞刘一飞是位不可多得的演员 无人能替代 曾子丹的武打挥剑戏份 速度快到连摄影机都拍不上 需要再多拍一次慢动作才能看得清楚 李连杰在戏中的造型 及演技更是活灵活现 炉火存清 刘一飞为了贴合人物调节原有声线 英文发音标准 台词连贯 眼神转换到位 木兰以钢铁般的意志 及过人的智慧 奋勇杀敌解救了国家 并为家族带来了荣誉 让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英雄之一 尽情锁定周日晚间六点半播出的天下众横谈 花木兰之影评大圣赞 花木兰从2016年筹备拍摄以来到电影上映 一路曲折风波不断 原定于三月上映的花木兰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最终决定在9月4号 于串流平台Disney Plus跟大家见面 正如导演尼基卡罗 妮奇卡罗提到 花木兰的拍摄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满意 最兴奋的经历 但考虑到当时形势多变 很不幸的才不得不推迟 花木兰在全球上映的时间 全体演员及工作人员 与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的人们的心是相连的 也希望木兰的战斗精神 能继续鼓舞那些全力保护我们的人 她也迫不及待想等到那一天 跟大家一起体验一个战士女孩 成为传奇的故事 尽情锁定周日晚间六点半播出的天下众横谈 花木兰之红毯有点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